大家好,我是B哥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根据张子言事件改变而成的韩国电影《玩物》 电影一开始,新人女演员郑智希被发现在家中自杀 她在死前曾给记者李长浩发了一份邮件 揭露了自己在公司遭人血迫,进行性贿赂的惨痛经历 然而,在郑智希自杀后,警方却以单纯的自杀案定性结束了调查 直到郑智的李长浩将郑智希发给自己的邮件公开 这才一时惊起了千层浪,国民纷纷请愿要求彻查郑智希案 在大众的舆论下,韩国检方只能派出了大法官之女金美轩检察官 彻查此次案件,于是金美轩将邮件中的三位当事人起诉至法院 而这三位当事人分别是郑智希所属经济公司的社长车正赫 和与郑智希合作过的电影导演崔哲秀 以及韩国新闻会长任成峰 在第一次庭审上,作为证人出庭的李长浩 提供了邮件中的地址以及自己的调查结果 但因为邮件里提到的郑智希的日进本没有找到 和重要证人女演员高多灵没有出席 因此,首次开庭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被庭后,被告代理严律师 因为与金美轩的父亲有私交 于是私下找到金美轩 言下执意想要劝说金美轩撤销控诉 因为这场案件已经牵扯到了韩国的新闻会长宣称峰 为了一个小演员,得罪这种人不知道 但金美轩并不打算放弃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记者李长浩 也在四处地搜集相关证据 很快就进行了二次庭审 可结果和第一次如出一辙草草散场 而另一边在坚持不懈地调查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 李长浩终于在一位女演员的口中 达知了车代表公司控制郑智希的方法 原来郑智希也曾是一个天真烂漫的活泼女孩 单纯的她和其他人一样 对明星充满了无限向往 因此加入了娱乐公司 没想到满怀希望签约后 就被公司雪藏 半年内都没有任何工作 为了生计 郑智希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并公司的要求 陪酒陪五换取拍广告的机会 但这注定是一条不归路 当郑智希想要获得更好的资源的时候 她就必须按照社长的吩咐 给客人提供性服务 郑智希也曾一度提过拒绝 但抗争的结果就是再次面临雪藏 于是 在这个深不见底的娱乐圈 郑智希只能慢慢地被黑暗吞噬 沦为潜贵子的玩物 更可悲的是 像郑智希这种十八线小明星 有的时候甚至会代替 公司的其他艺人 执行性贿赂 曾有一次 郑智希被会长哄骗给一位大佬 提供性服务 随后郑智希才被告知 她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为了公司一姐 能够获得女主角的角色 当然 在这其中 她也会获得一个小配角 即使这样 郑智希也没有生气的资本 因为 如果她反抗 甚至连这一个小小的配角 都轮不上她 然而当郑智希正式开拍的时候 在临时被导演告知 加拍了一场强暴戏 而且在未争得郑智希同意的情况下 导演要求她假戏真做 在这种摧残下 郑智希也曾想过辞职 但却被车会长告知她 不仅要偿还三十倍的违约金 还要将赚的钱 全部归还给公司 因此 无法归还这么多钱的郑智希 只能将此想法作罢 就在郑智希 身陷进退两难的境地时 车会长带着女演员高多玲 而郑智希再次对客人实行了性贿赂 而这次服务的对象 就是新闻会长宣称峰 此时郑智希对车会长的做法已经麻木 她只能在宣称峰的面前 一遍一遍地介绍自己的名字 希望自己的名字能被记住 从而让自己获得更好的资源 只是郑智希这样的做法 不但没有让宣称峰记住自己 反而还让自己得到了 车会长的一阵毒打和辱骂 而且宣称峰不仅好色成性 还心里变态 她甚至将郑智希捆绑起来 实行性虐待 好巧不巧 原称峰欺辱郑智希的场景 被高多玲无意中看到 但车会长警告高多玲不要夺管闲事 出于自保 高多玲也只能当自己从未看到过 这次惨绝人寰的经历 也成为了压死郑智希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智希回到家中后 便写了一封匿名邮件 并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 能服务人的信息 准备打电话给李长浩进行哭诉 不料 当时身为记者的李长浩 正在海外探望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错失了郑智希的这通电话 绝望下 郑智希服要自杀 当李长浩回国后 才发现 错失了电话 并且郑智希已死 为了还郑智希一个公道 李长浩找到郑智希的哥哥 希望他能够提起诉讼 方面回到现实 随着时间的推移 法院方面已经进行了四次庭审 然而 在这四次庭审中 作为关键证人的高多玲 一直被出庭 不仅如此 在玄成峰等各方的压力下 很多愿意出庭的证人 也在作证的时候状况百出 故意模糊了事情本身 或者翻供 给调查增加了难度 最重要的是 郑智希的日记本 一直不知所踪 即使这样 记者李长浩 也没有放弃调查 与此同时 因为这起案件 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长浩也在一时间 名声大噪 可却因此被电视台 恶意解雇 即使是李长浩的 采访调查过程 也全程被监控 很显然 有很多人不愿意 再让李长浩 这么调查下去 甚至有人直接找上李长浩 以他的妻子和孩子 作为要挟 要求李长浩停止调查 可是李长浩 不愿意就此经受 不仅仅是因为 出于对郑智希的愧疚 更是希望不愿意 娱乐圈再出 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故 李长浩找到郑智希 生前的助理 试图从他那里了解情况 可言语之中 李长浩却发现 助理似乎有所隐瞒 法院很快进行了 第五次庭审 在第五次庭审中 一直未曾露面的 忠于现身 并且证实了性交易的全程 在法庭上 高多灵事生痛哭 一方面他因为 当时没有出场制止而后悔 另一方面 他担心自己出席庭审后 再也不能当演员 听到事情的经过后 愤怒的金美轩 当庭要求变更诉讼的申请 追加车正贺和全程锋 为了商业利益 实施抢暴罪 要求对全程锋等人 正式下发拘捕令 与此同时 在法庭之上的李长浩 突然收到了 郑智希助理寄来的 郑智希的日记本 原来日记本 一直在助理的手中 在上一次 助理与李长浩的谈话后 助理中士因为心中愧疚 选择将日记本 交给了李长浩 在庭审结束后 李长浩做了一场网络直播 在直播中 揭露了日记本的内容 但为了下次庭审 正常地进行 李长浩保留了 那份关键名单 李长浩希望通过这次直播 制造更大的舆论 给宣称峰 以及法院造成压力 这次 淡定的宣称峰也坐不住了 金美轩曾被自己的亲戚强奸过 为了胜诉 严律师不惜 将叫自己叔叔的金美轩的伤疤 功不于众 只为了这样 他能够在法庭中 提出金美轩因为个人经历 在案件上掺杂了个人感情 给出金美轩不宜调查案件的理由 可恰恰严律师这样的做法 激起了金美轩的斗志 很快法庭方面 进行了最后一次庭审 一直未曾怎么露面的宣称峰 也第一次坐在了被告的位置上 法庭上 法官先是驳回了金美轩的诉讼申请 聪明的金美轩 立刻从法官的言语中 意识到了什么 最后 权称峰开始义正言辞地为自己辩白 在他的言语中 似乎他真的不认识 名叫郑智希的这么一个人 他铿锵有力地诉说着 自己身为新闻会长的他 一直在为人民以身作则 之后 金美轩拿出多项证据 可此刻法官却一改常态 指责金美轩甚至打断 他对权称峰的提问 这么一来 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了 最后 金美轩将最后的政务 郑智希的日记本乘上法庭 而就在法官看日记的同时 法庭上的投影仪 也清楚地展示了 日记中的有关宣传峰的内容 严律师看到投影后 联盟提醒法官 法官显然也没想到 政务中记载的内容在法庭上公开 当即大声喝令退庭 而最后的庭审结果也终于到来 郑智希公司的车代表 刑期一年 晚兴两年 而宣传峰则被判无罪释放 而在电影的最后 也但人寻味地给出了空荡荡的法庭 和郑智希那满脸笑容的遗照 而这部电影是根据张子言事件 改编的半虚构半真实的电影 虽然这部电影 在表现的手法上有很大不足 但其中要表露的现象 确实发人深省 也同时向大众展示了曝光真相 伸张正义的过程 是多么的举波威尖 在韩国 几乎所有的行业 都有财阀的把持 娱乐圈也不例外 就像电影中 最后揭露的一段调查数据来看 韩国中有大多数的女艺人 都曾被要求陪酒 等无礼的要求 这些交易 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你情我愿 而是艺人们从一开始 就没有选择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 一直以来 韩国艺人异于自杀的新闻层出不穷 黑暗的是 不是没有人愿意去伸张正义 而是即使人证 物证都实锤如山 那些政界的官员们 也依然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就像是法律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这些人而设定的一样 可尽管正义和真相迟到 人们也会始终不放弃 发出自己的声音 难发这种声音很卑弱 轻而易举就会受到打压 但只要坚持不懈 属于人们的正义终究会到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B哥 如果想表达对我们的支持 就给我们关注 点赞和转发吧 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